比亚迪送L上市了 视频前的你觉不觉得这台车做的够不够优秀 作为二轮起售价的车型来讲 咱们现在应不应该考虑它是否有800伏的平台 碳发灰电机 4C超充 好的内饰加更好的底盘用料 如果说是你 你会选择二轮的电车 二手车还是会选择新车比亚迪送L呢 还是它的竞争对手 比如说小朋友记久 其实二轮你可以选择 很多二手的电车 比如说行情稳定 保值率比较高的特斯拉Model Y 高性能的版本 打开董事地排行榜 你能看到特斯拉Model Y 又在11月份销量上面霸榜了 你看到前十里边 兄弟们只有一台特斯拉 剩下的基本上都是咱们主流的自主品牌的车型 除了二手的新能源车之外 你是否会选择二手的豪华品牌的燃油车 你比如说奥迪QR宝马X3 还有奔驰的GLC呢 你作为二手车来讲兄弟们 奔驰GLC已经老款了 我觉得没有必要去选择二多万的预算 宝马X3和奥迪QR宝马X3 现在还是现款 但是年底了 想选择二手车 年限比较近的二多万的预算 建议兄弟们 再过十几天 不到半个月 就二十年了 二十年的初 按照二十年的行情 省一年的折损 买三年以内或者是年限好的 二手车比较划算 同意的点赞 如果说是我的话 宝贝们 你让我选一个二手的新能源车 我可能考虑极客001 因为宋L说白了 家人们 他看着也算是一个跨界车吧 二三款的极客001 右版或者密版 现在二手行情 收拾行情已经掉到了25以下 作为用料非常板的 且二手性价比比较高 你想想二三款改款不到一年的时间 现在买个二手省个十多万块钱 那是不是比较舒服 性价比高呢 如果让我选择一个二十多万的 二手豪华品牌的SUV 我可能选择 1718年的 沃尔沃 XC90制衡或者自尊版本 同意我的观点 咱们点个赞 祝你越来越好 开心快乐 所有美好与你光约相扣 所有好与陪伴你们每一天 如果你有二十多万的预算 你会选择什么 比你去咱们 共同 抬抬抬杠 谢谢大家 谢谢观看